前往向左看 真魔幻 一百年向家三代的神奇逆转路 华人演员千千万 还真没有一个能像向左这样 因为演技差 和一部票房一百四十万的电影 而火了起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动作 对不对 火了 彻底火了 很神奇 其实你要知道 他们向家三代的路 你就能理解了 充满了各种奇幻色彩 满满的时代烙艺 当然你肯定说 别扯了 他们家啥背景 你是不知道吗 他爷爷是国民党少将 新一样的创始人向前 而新一样就是 古惑仔电影里 那个红星的原型老牛了 如果故事是这样的 你不觉得逻辑有问题吗 比如谁家正经少将 跑去做黑帮 是不是 这背后的故事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首先你需要承认的 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 帮会在我们 曾经反帝反封建的过程当中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百年前的三大帮派 青帮也就是上海 汤杜月生内活了 红帮也就是香港的那个 红星的前身辣 以及歌老会也叫刨哥 主要是在川乡 我们就好几个远赛都是 歌老会的成员 时代不一样 是吧 当年开国大典 这张照片里面就装着好几个 像詹兰 歌老会的大佬 还有师徒美堂 鸿门的大佬 别问为啥没有青帮的大佬 一个汉奸被毙了 一个跑香港了 还有一个在上海扫大街 站住对了 对吧 没错 当在时代抉择的时候 怎么站队 它很重要 向家从一百年前 向左的爷爷开始 也就是那一位少将 向前就开始横动的站队的艺术 其实最早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红星里边 二流社团 一安社里边的一个团主 就相当于分公司经历 本身这个公司 自己就不算大的 是吧 还是分公司经历 但是呢 四五年 日本人投降了 而此前呢 香港是英国人管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中间呢 会有一段权力的真空期 这个时候呢 就给了很多帮会议机会了 国民党想要在香港 这样的特殊的区域里 获得权益 也只能利用帮会的力量 然后呢 就很表脸的 安排了一个正规军轮出身的 特工人员 葛造皇啊 直接带着 人和枪进帮会里面 抢班夺权了 根本用不着丝毫怀疑啊 很快葛造皇就成为了 广州红星的老大 开始往香港发展势力 那个时候估计啊 向前一看 别闹了 咱干不过军人啊 扯呢 你拿自己的兴趣爱好 去拼人饭碗啊 你只觉胜货 人动不动绝生死呀 啊 干不过军人 那打不过怎么办 加入呗 是吧 亘古不边的道理 然后呢 向前就成为了葛造皇 这个鸿门下面的势力了 这里面有个小细节 就是葛造皇本身进入鸿门 他是抢过来的 抢过来 他在鸿门原来的体系里 是没有根基的 所以谁最早跟葛造皇 那毫无疑问 地位就高了 是吧 这个时候开始 向前也就进入了军方了 本来还只是一个中等干部 但是有时候命你没法说啊 四星年的时候戴笠死了 戴笠呢 也就是我们总在电视剧里 看到的那个特务组织啊 群统的老大 正好呢 葛造皇就是他当年安排去搞 帮会这个项目的 啊 这带离死了 那得换新领导呀 换的那个人呢 是一个叫做毛龙凤的老哥 那新领导来了 他怎么管团队呀 是吧 要不打压 要不利诱呗 是不是 帮会他属于半脱离的状态 是吧 你打压个毛先啊 那就利诱吧 给钱就别了 他没有 那就给官 所以四星年 葛造皇呢 就被封了中将 而早早跟着葛造皇打开局面的向前 就拿到了少将的军衔 这也是网上说 向左爷爷啊 向华强他爹是少将的一个来源了 这还不算晚 有意思的是 49年国民党败退 50年呢 葛造皇他们带着帮派的子弟啊 跑到香港去了 但是吧 又不敢太高调 就把自己鸿门中议会这个名头 改成了14K 没错 就是你们在古惑仔电影里面看到的 那个东兴的原形啊 发现了啥没有 根子上是鸿门的14K 被描绘成东兴 那谁又是鸿门的代表呢 反而是鸿门的分支 欣义安现在成为了代表了 是吧 而欣义安就是向前手上的帮贵 而拍摄古惑仔背后的脂肪呢 就是向前儿子的公司 制片人呢 也是从他儿子公司出去的 王金 所以啊 历史就是个小姑娘 你留下来才可以去打扮她 是吧 怎么说都行 当然了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也就是向前做了第二次 觉得他彻底的脱离了 葛造皇的那套红性体系 可能很多人看过一个港片 叫做黑社会以和为贵 讲的呢 就是谁拿到一个叫做龙头棍的东西 谁就是他们的老大 什么 是不是真的 哎 你看电影看迷糊了啊 当然不可能啊 是吧 但是里面有一个制度就是 帮会老大是有能者居之选出来的 没有谁说一直做的 是吧 几百年 鸿门就是这个规则 但是向前他贼呀 我想一直让我们向家能做老大呀 那怎么办 那当然不能继续在鸿门这个体系里 所以就果断的脱钩了 而且的食欲你不得不说还真在 也就是在那几年向前带着新疑 一度搞成了香港最大的帮会 后来很多人知道的那个三大帮会 新疑安 何胜和 也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黑社会电影里面的原型了 以及14K是三大帮会 14K呢 其实是后来从广州过来的根基不如前面两个 而何胜和虽然历史悠久 但是他其实最早是来香港打工的那些穷苦人的自助会 并没有军方的背景 而新疑安立足本港 还有军方的资源和军费 再加上50年很多败退的国民党军人加入了 这群人他太难打了 何胜和那群码头工人他打不过呀 对吧 所以新疑安一度成为最大的社团 甚至连港英政府都虚了 后来找了个理由说 你们搞黑社会 你搞各种犯罪 对吧 不行 要把向前给赶走 是不是很搞啊 你违法了 犯罪了 难道不是抓你判你吗 结果整出一个 你走吧 我就问你搞不搞 这也能看出当时的向前有多大的势力了 政府都不动他 而且比那个更让我吃惊的时候 他离开的时候是53年 他的大儿子还在读中学 然后就接手做老大了 你敢信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管着数万人的社团 哎呀妈呀 然后竟然问问你没有出事 只能说他老爹的权势他太到位了 即使跑到了弯弯下面的人也不敢动 是吧 其实你细巴一下也不难理解 当时西安背后的资本核心其实是潮善人 这个群体在香港那块可不是靠打打杀杀出名的 对吧 而是玩资本做生意搞贸易的 你不会不知道现在香港的十大富豪里面 小一半是潮善人吧 什么李嘉诚啊 刘卵雄啊 蔡志明啊 他们都是潮善人 当然我并不是说李嘉诚和他们向家有关系 说个09年的时候可能大概就明白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了 当时新安现在的老大向展伟啊 也就是相当于是向前的咱子咱孙了啊 开了几家香港电讯的门店 而香港电讯是李嘉诚的公司 垄断了当地的移动业务 属于那种坐着数钱的买卖 结果给了几个晚点给现家的人 资本嘛 是吧 都是要交接各方朋友的 你真别不信 你们猜为啥香港这个贸易自由港 竟然没有加勒福这样的海外大超市呢 这个故事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讲 香港的很多资本山站都有社团的影子 除了背后同为潮善人的资本知识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那个时候管事的香港警察老大吕乐探长 也就是刘德华演的那个 雷洛传的原形 他呢也是朝上了 和现家是一个地方的那种 就恨不得一个村的那种 而且还是亲切 他按辈分应该叫向华演 也就是向前的展指 一身辜负 属于新一安的第二代龙头老大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 当年吕乐上位的关键案子 就是端了14K的聚会产品 那时候新一安已经和14K打起来了 那是不是新一安背后给一刀呢 既能让自己的能上位又能打击对手呢 我不知道啊 反正无间的傲慢 小小的香港那个时候可是真的乱啊 后来吕乐一路顺风做到了老大 同样新一安也一路飞起 说回向前 50年代跑去弯弯也算是给未来这群贪污的警察 和社团之机露台打下了基础了 当然这还不仅仅如此 他可能想不到 他到弯弯的资源又帮了他另外一个儿子 向华强打通了另一个通道 哎呀妈呀我怎么这么啰嗦和八卦呀 这才讲到爷爷孙子还没开始讲呢 下一集讲向左的爹向华强好吧 累死我了啊 来用你们花财的小手点点赞吧 如果你们也喜欢这样八卦的内容 好吧点点播关注 我是严谨的财经博主树立